大家好 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在苏州发生了义和团袭击日本人母子事件 这对日本母子现在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那位见义勇为 挺身而出 阻止凶徒走上校巴行凶的胡有平女士已经不幸身亡 央视新闻在昨天傍晚报道 苏州市公安局公告 胡有平 女性 69年7月生 现居苏州市姑苏区 6月24日16时许 胡有平在苏州高新区塔园路新地中心公交站台 发现有人持刀行凶 立即奋不顾身上前阻止 被犯罪嫌疑人连同扫刀 经抢救无效 不幸离世 经苏州高新区区管委会申报 市建议勇为称号平定工作小组平和 提醒市政府追授市民胡有平 苏州市建议勇为模范称号 整篇文章大家看到了什么 没有日本母子 没有孝巴 没有说他阻挡凶途上日本人的孝车 全部支支不提 好像跟义和团撇清了关系 好像只是一宗意外 在整件事情当中 我们看到了中共政府的无耻 苏州市政府的无耻程度更是超越了中共 人称上有天堂 下有苏航 大错特错 应该是上有天堂 下有地狱 这个地狱就是苏州 两年前 有两个女孩子因为身穿和服在街上 居然被公安拘捕 结果这种反日的浪潮就不断在这个地方形成 只是用了两年的时间 日本人在这里投资了六千家企业 制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 结果这里的人不是去感恩 而是去仇恨 一个这样的民族 大家说到底要如何自处 但是这位胡有平女士 却是在这个最污秽的地方中 唯一的一朵莲花 出你而不然 她用自己的生命去阻止了一宗恐怖袭击 在中国有无数那么多的懦夫 他们会专门向一些弱者抽刀 据说这个52岁的一半是外来人士 因为没有工作 所以要报复社会 但是她又怕受到大众舆论的谴责 所以就选择把报复的对象定为日本人 但是如果是因为没有工作而要报复 你就应该去报复那些让你没有工作的人 而不是去报复一些给你们提供工作的人的家属 这是最基本的人伦 现在的中国人丧失了所有的人伦 严格来说已经成为了一个可耻的民族 当然 可耻的民族当中也有一些光辉的人 拥有光辉的人性 就像这位胡女士 她是1969年出生 今年也就是五十几岁 在网上少数的中国人为她感到惋惜 为她祈祷 而日本政府更是高度重视这件事 日本的民间各界也对她表示尊敬 她应该是极少数获得日本人 乃至全世界文明人类尊敬的中国人 日本大使馆下半旗致哀 也有很多人为她祈祷 当时她还没有去世的时候 有人就说要负责她的医疗费 还未来的生活等等 但是我认为这些事情应该暂时放下 现在他们要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日本人到底还要不要留在这个国家 因为在一个对你充满敌意的国家 真的会非常危险 不只是日本人 就连所有的外国人都一样 其实连香港人也不能幸免 因为再没有了养鬼子 没有了日本鬼子之后 中国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香港人 这不是在危言耸听 因为香港人就是他们的仇恨目标 他们失业了不会去怪政府 他们的房屋被强拆 他们被人欺压 但是他们不会怪政府 而是会认为一切责任都是在美国 都是在日本 包括在去年发生的贵州大火 整整半个贵州被烧着了 他们居然说是日本特务干的 他们居然会以为现在还有日本特务 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活在什么年代 是1938年还是1941年 现在还有日本特务吗 中国特务就有 没有日本特务了 所以可以说 现在的中国人还是处于二战的水平 所有的思维 所有的建设跟二战时代是没有差别 他们在这70年以来 从来没有走出过二战 甚至乎没有走出过战争状态 每天只会胡思乱想 觉得每一天都在面对死亡 但是他们不知道 这个世界已经和平了70多年 全世界的和平 就是他们最痛恨的人所建立的 插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多谢 所以可以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明明是美国向日本生了原子弹 但是为什么美国跟日本会是盟友 美国为了拯救中国 派出人又派出飞机 连原子弹都出动了 只是为了协助中国去抗击日本的侵略 结果美国却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 这个逻辑怎么讲也讲不通 美国付出了很多人命代价 光是飞机也损失了2000多架 当时的缅甸公路争夺战 为了打通驼峰航线 美国有大量的飞机葬身在那里 那里的沿线有足足2000多架飞机 因为被日本击落 当然日本也有大量的飞机被击落 美国为了一个毫不相识的民族 一个跟他距离很远的远东民族 为了对抗日本侵略 坠毁了他们的2000多架飞机 而那些飞行员当然也是大部分已经死了 死了2000多名飞行员 大家知不知道 训练一个飞行员要花多少钱 美国牺牲了那么多人 结果换来的却是中国的仇事 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 成了中国要消灭的敌人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中国最多的领土就在他最好的朋友手上 有3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就在他的朋友手上 或者是经他朋友的手卖了出去 这就是他所谓最好的盟友 所以中国人的思维和逻辑完全就是匪夷所思 完全没法想象这个世界上 居然会有这样的人和思维方式 在国内受计社会不公 被政府欺压 被公安城管侮辱 他们可以忍 没有钱吃饭 小孩子没有钱治病 他们可以忍 面对任何的不公平 他们都可以忍 但是当他们一见到日本人 他们就充满着仇恨 居然可以对一对素不相识的母子下毒手 这个国家到底是受了什么诅咒 这些新闻会令人很不舒服 眼看着一帮恩将仇报的人 一帮认贼做父的人 而且这帮人的数量有可能超过13亿 这真的是非常可怕 让人心里发毛 所以不能不说 美国当年真的是做错了 美国其实干了很多错事 最大的错事当然是出卖蒋介石 之后还有一连串的犯错和失误 美国人有时候心地很好 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好心的 使得中共这个魔鬼越来越壮大 今天 我们要为胡有平女士祈祷 也要为这个国家默哀 有消息传出 说是有400个义和团 包围了苏州市公安局 要求他将行凶者释放 这则新闻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只是看到有几个人在讲 没有办法去核实 真的会有人敢这么做吗 真的是有那么多人去包围公安局吗 现在走了一个英雄 一位光辉的女性 游下的就是义和团 这个国家看来 已经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Tatri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感谢您的观看